是张叔吗 张叔你好 最后来自我介绍 我是原来不爱小妮 张福星 68岁 丧偶松原市肖家镇 凉库退休 退休金2400元 有双宝 住房面积50平米 这是客厅 对 那叔你平时就住这屋呗 对 我也不可假住 我就就是这个 给单位打经 05 05 06 我07年上这个开始干 08年才是给这个水利局 07年到这个松原市 对 然后08年开始去水利局 对 就是做这个打经的工作 对对对 一直干到现在 一直干到现在 除了每月2400元的退休金以外 张叔还在松原市水利局 做打经的工作 每个月还能再多收入 1400元 平时的张叔晚上上班 白天在家 最大的爱好 那就是看医书 研究养生 没事就看这个 待着没啥事 就看看他对自己有遗处 早上吃什么好 中午吃啥 早上吃饱 中午一定要吃好 晚上最好少吃 我煮点包米茶粥 我还愿意吃桥面 咱那桥面条 这桥面条我听养生说的 桥面条对人很有好处 除了懂得如何分配三餐 知道咋吃对身体更好以外 对于一些小来小去的毛病 张叔研究的 那也是相当透彻了 人这般分啥呢 有阴性有阳性 你像男的肾虚 你像我们的男同志肾虚 你看我这个年龄了 肾羊虚 肾阴虚呢 你就得吃这个六位地方玩 你要像我肾羊虚呢 就吃贵妇地方玩 或者是吃这个金贵肾虚 这个是羊虚吃的 你不能吃反方 你要吃反方了 起反作了 反作还不 对于你就是不算不吃 这一讲起医学跟养生 张叔那是滔滔不绝呀 给你讲的头头是道 看来啊 这平时的医书 真是没少看 但张叔告诉我们啊 其实原本自己对这些 并不感兴趣 之所以研究起了养生 也是跟因脑血栓去世的 老伴儿有关 他是咋的呢 跟 他就会把那个冒险 给你带来 去世的 这边 我们的福建 这边 都会带来 这边 这边 我们的我们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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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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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